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于新型冠状病毒预防越来越重视 多个华裔居民众多的南加州城市 近亦出现了抢货热潮 因为市民去到超市亦有抢购必需品的现象 有媒体报道,南加部分Costco的瓶装水和卫生纸 还有即食面的一些货品已经被华裔民众一素而空 有人甚至开始抢购枪支和子弹 根据报道,有参与抢购的华人说 美国一旦出现大规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感染 政府很有可能就会采取和中国封城一样的措施 所以戒时可能就会出现物资短缺和物价飞涨等等的情况 所以亦都有团货的华人就表示 自己本来其实都是不想抢货的 但见到社交媒体上面,大家都在抢货 所以最终自己就会不由自主地加入了团货的行列 这种似乎源自于文化差异的抢货行为 令到不少美国人觉得很惊讶 有人就说自己在美国经历了多次重大的火灾 水灾和地震 但从来没有担心过没有水饮和没有食物的行为 而更加何况是出现灾情的时候 联邦政府会立刻调控物价和调配物资 所以现在不需要担心 美国联邦卫生福利部公共卫生总监日前呼吁 民众要停止抢购口罩 指普通的民众日常戴口罩 不单止对于防控工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没用的 反而会导致医护人员缺乏口罩 令到他们暴露在危机当中 而当局呼吁民众要勤洗手 用洗手液洗手20秒以上 而民众也可以是打流感疫苗来减少患病的机率 从而降低医务人员的工作负担 令他们能够集中精神在新型冠状病毒的对抗上